那简而言之的冥想的好处就有 比如说舒缓忧郁症啊 减缓慢性疼痛 提升整体幸福感 甚至是降低焦虑 而且也有一些研究显示 冥想能够提升我们的记忆力 甚至是在疫情当下 大家非常热门讨论的提升免疫力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好先生 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要来探讨 冥想到底有哪些好处 假如有在关注我频道的人们呢 亚会知道 我每一周都会上传新的冥想影片 那大概十分钟左右 那帮助大家做引导式的冥想 那我自己呢 其实是在 以前就听过冥想 但是是真的在去年才开始认真 去研究冥想这个东西 那在我们继续之前呢 大家别忘记帮我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我每一周除了刚才讲的冥想影片以外 也会上传很多生活小撇步啊 或者是科普知识的影片 然而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帮我订阅哦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吧 好那在我们正式开始讲冥想的好处之前呢 先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冥想吧 像我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才开始认真 每一天都在做冥想 之前可能就是一个月几次啊 或是偶尔做一做 但是当我认真开始练习做冥想之后 发现对我的生活真的有非常大的改善 跟非常大的好处 那很多人认为说冥想就是坐在那边 什么都不要想 但是其实冥想并不是这样 冥想它的重点呢 应该是在观察 还有帮助自己了解你的情绪 进而呢去改变你和你自己思绪之间的 关系和情感 那我自己在开始冥想之后呢 我观察到的改变是 我变得更冷静 更专心 然后当我有负面情绪发生的时候 我能更快察觉到负面情绪发生的原因 以及我当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甚至啊 总体来说 我觉得冥想让我更加的了解自己 好那冥想到底有哪一些好处的呢 其实呢 冥想的好处有非常多的科学根据 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实验 在科学界献起了一度热潮 那简而言之的冥想的好处就有 比如说舒缓忧郁症啊 减缓慢性疼痛 提升整体幸福感 甚至是降低焦虑 而且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冥想能够提升我们的记忆力 甚至是在疫情当下大家非常热门讨论的提升免疫力 这几十年来呢 科学界有非常多的实验正在进行 甚至已经有一些成果显示 上面刚才讲的那些好处 讲到冥想的实验呢 一定要跟大家提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试验 那这个实验呢是找来了一群人 然后让他们在进行了八周的MBSR训练之后呢 来看他们的生理上的变化跟情绪上的反应 那他们这个实验进行之后发现 这群受试者呢 他们大脑里面特定区域的灰值呢 是有上升跟密度上升的趋势 那这个代表什么 这表示啊 这些人的记忆力、情绪跟学习力都有提升 然后他们信任何的灰值密度呢 是下降的 表示他们能够降低他们的压力 另外也有其他研究显示 甚至我们的冥想呢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 那刚才有讲到嘛 MBSR 什么是MBSR呢 MBSR的全名是 Mindfulness Based Strength Reduction 中文翻译叫做 觉察减压 那它其实并不单纯是冥想而已 它结合了觉察冥想 身体意识 跟瑜伽来改变我们对行为啊 思维、感觉和行动方式 然后做特定的探索 这个实验为期八周 那你每一周呢 会有2.5小时的团体工作法 加上一日的进修 以及每天45分钟的自我训练 那关于这些冥想的实验 有没有一些缺点呢 其实是有的 因为有人就是怀疑说 因为这些实验啊 大部分著名的冥想的论文 都是由同一群 致力于推广冥想的学者所做 所以很难说他们没有 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而且另外啊 绝差减压 刚刚刚讲的MBSR 绝差减压是很多实验拿来测试实验者的方法 但是这个训练它其实不包含只有冥想而已 还包含了瑜伽或很多其他的思维上面的训练 而且训练的内容其实非常的龐大 像刚才有讲到你需要每周投注非常多的时间 而且是要为期八周 像我自己是觉得我每天做四十五分钟可能都做不到啦 那我后来就找另外一个实验看 有没有来讲说短时间内冥想对身体还有心灵上的变化呢? 那我就找到另外一个实验啊 他们是找来的一群学生 然后每一天进行二十分钟的冥想训练 那为期五天 结果显示之后啊 这些受过训练的学生们 整体来说他们对疲劳 焦虑 忧郁 愤怒这些情绪都有下降 而且跟我们压力相关的荷尔蒙 皮脂醇也有下降的趋势 而免疫力还有提升 所以啊 其实我们知道冥想 不一定要非常复杂啊 或是有个八周的训练 其实有时候短时间的冥想 对我们来说 自己身体和心灵上 就可以感觉到一些变化 好 除了刚刚上述讲到 对我们的心情啊 有些好处之外 冥想有没有对实际上的疾病预防有帮助呢? 有些研究的确有显示说 冥想呢 能够降低我们的血压 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但是美国心脏协会认为 冥想它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辅助 但是呢 它并不能够取代任何治疗 那美国心脏协会认为 冥想会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原因呢 除了刚刚上面有一些实验 有一些证据以外 另外一个是 冥想的成本非常低 基本上你只需要花一个时间 加上找到一个YouTube影片 然后坐在那边好好地认识自己 就可以感觉到一些变化 所以其实没什么害处 但是是不是能够真的预防心血管疾病呢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做佐证 那最后最后啊 冥想真的是好处非常多 但是大家需要记得的是 并不是说冥想可以治疗癌症啊 治疗一切疾病 其实它不是这样子的 它可以是一个辅助来缓解我们的身心压力 而且目前看起来是有益无害 对吧 所以啊 大家可以试着在生活当中融入冥想 一开始冥想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说要花几个小时 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是要工作 跟还要生活 重要的是你开始去尝试 你可以尝试在每天早上啊 或睡前花个十分钟 跟着我的影片 当然也可以跟着其他影片啦 然后来做冥想一下 给自己一个礼拜的时间 每天花十分钟 感受一下那些不同的差异 假如不适合你 那也没有关系啊 毕竟你不是 你怎么知道 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 不过这么多人都已经试过 而且觉得很有帮助的 那何不尝试看看呢 好啦 假如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记帮我点赞 订阅 还有分享给你所有想要尝试冥想的朋友们 我是好好先生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集完 再见 感谢观看